上工, 上工 你幹什麼? 幹什麼?你有眼睛看的 馬上牛肝很甜, 吃糕 不要生氣 對, 不生氣有鬼 我畢竟是她的女婿 就算對待一個請回來工作多年的伙計 也不會這樣對待她, 是吧? 趕著Sir, 總之放火 正所謂傷害不好哭 不要放在心裡 爹只是給你一個消毒櫃壁 你怎麼逼她呢? 消毒櫃逼她, 她逼我 我逼誰呢? 原來上下狗和假髮不適合這件事 天助我也… 娘子, 你有眼見了 我這陣子何時睡個安樂覺才行 一天最壞都是消毒櫃 娘子, 現在消毒櫃有多少斤? 我知道她一清二楚, 我不怕她 現在怕一怕就有身邊的衛生塊 她說什麼劉過洋, 學工商企業管理 搞流水化作業, 分工合作 我現在最擔心的是捏她不贏 到時候我真的有金七招牌響叮噹 上公, 有什麼事回家再說 阿碧沒有你不行的 我不回去 是, 伙計, 製作龍叉燒包 現在是否發展成這樣 連我的話都不聽 你乖, 到家裡再說好不好? 聽話吧 人家叫龍叉燒包, 我先吃吧 是呀…知道你喜歡吃叉燒包 伙計, 多做龍叉燒包, 打包 好 來, 來吧 放心吧, 我肯定會幫你的 幫我…你怎麼幫我才行 來吧 賣單, 老闆 阿九, 你死在哪裡?有人賣單 來呀… 賣單, 好呀, 來… 對了, 消毒櫃手下的衛生費這麼厲害 我偷偷幫上公押他過來幫忙就行了 到時候上公一定很感激我 給你… 我幫你幫忙, 什麼呢? 我有點… 我也要去花一個水, 我也要去花一個水 有了 我去花一個水 花一個水 花一個水 我去花一個水… 我去花一個水… 怎麼知道可以接這個衛生筷 我就這樣上去, 會不會唐突呢? 不, 插著它 好, 走 立超 怎麼回事, 超軍死跟著衛生筷 神神秘秘, 難道有古畫? 那個遺森塊的人很古怪的難接近 我怎麼去了解他? 君子 西門下, 我有事想問你 你先問 你不是在消毒櫃做過事嗎? 他手下有一個叫衛生塊的人 你懂嗎? 衛生塊? 你突然問他做甚麼? 我只是不斷問問, 你不知就算了 這倒不是, 不知道 不過不知道不太清楚 我知道他很怕跟女人接觸 所以到現在還沒結婚 我還知道他跟你一樣, 很喜歡烏龜 他為了烏龜, 經常被我這種消毒櫃罵 難怪了 難怪了甚麼? 沒有, 西門下, 你說一個人孤身在外 是不是特別渴望有人去關心他 照顧他, 呵護他呢? 當然會 想當年我生意不太順手的時候 帶著幾百兄弟穿舟過省 做大宗生意 雖然衣食無憂, 花錢如流 但是夜深人靜的時候 都會空虛寂寞兼赤凍 如果當時有人肯關心我 我一定會很感激他 不過現在想起來 當初關心過我的人 全都是騙我的錢的 所以現在就算有人關心 也要想他有沒有動機 好疼的 爹 爹 爹 大大, 有人吹水嗎? 沒有 是呀, 外面有點翻風 天空可能冷了 你們能穿多點衣服吧 大大, 過來 喂, 這麼有空替你吹水 來, 過來… 替我吹吹水吧 吹吧 來, 吹吧 吹… 沒有了 還是這件吧 這麼冷, 我也要做衣服 大老闆, 我不吃吹你, 都說你好 爹 怎麼了?她的腳 好像換了衣服, 是不是? 這麼快 和阿九送衣服, 怕他凍傷吧? 我怕阿九凍傷, 沒人幫你打你客棧 爹在外面凍傷, 有沒有人送衣服? 當然有, 第一個送我, 放下 我怕阿九 阿九 老闆你也傳, 沒什麼 阿九 公子, 怎麼這麼巧? 怎麼又是你? 現在天氣很冷,你依舊這麼困惑 你呢?先穿上衣服吧 不… 幹什麼? 你這麼奇怪,整個人跟著我幹什麼? 一言難盡,總之不要冷靜我 男女瘦瘦不親,拜託你以後不要跟著我 就是這樣 公子… 好…快告訴狗狗 沒事吧,告訴你,你怎麼一二十四 你不是我罵你罵你罵我? 我跟你說,現在他在等那個 肯定是衛生化 你先別跑,你看看他拿的衣服 是藍色的,我最喜歡穿的衣服 他現在送衣服給我,又給我一個驚喜 你說大陸沒有的人是不是靈蛇瘦 糟糕你 射吧 幹嘛要我射? 射吧 你怎麼這麼會射? 射吧 很暖的 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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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搞的 你猴子的奸奸奸奸 我倒閉過去 冷靜,冷靜,冷靜 你冷靜,家醜包好愛揚 你現在衝出來 只會全地球人都知道 冷靜,冷靜,冷靜 很忙嗎?救了,Ling 救了 滾開 糟了,糟了,糟了 阿狗,其實眼見的事不一定為實 我們再內心觀察多一段時間 說不定會有意外的發言 你腳沒事吧? 沒事,線親一下 小心 你想幹甚麼? 奸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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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倆不想看著你做錯事 我上班怎麼躺在這裡 是這樣的 近來客棧的事特別多 令他心力膠碎 所以很不容易欺負 你別吵他 你休息一下 為了上班 我一定要把衛生塊滑過來 但是,看來要出絕招了 西門口,替我照顧上班 黃菜,你別怪娘恨心 我只是逼不得已 你別怪娘恨心 你別怪我 我照顧上班 你別怪我 高點你 你不是不好 我只是在你 你不用佔吧 你不用佔心 你不用佔心 你不會痛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叫梁子呢? 她走了 走了? 對了, 剛剛是否你在我後面救我? 是, 不過我也是為你好 為我好? 是呀, 讓你清醒一下 那說法, 我真的要謝謝你 那我不用謝謝, 還用不著再來? 我就不用再來 對了, 不如你清醒一下吧 我很清醒 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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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的 要的, 要的, 要的 豈有此理, 我剛正準備要懲治那個賤婦 你卻打我? 你也不知道剛才當時情人多危急 你拿著刀不斷磨, 我怕你弄出人命 我只是想賺進他 我都說了, 眼見未必一定為實 你先問清楚, 好嗎? 我還不用問, 嘟嘟嘟嘟嘟嘟嘟 傻的我也知道, 是吧? 你問他, 超君是否那些不守闊道的人 你再冷靜點想想 超君也算不說得了 又年輕又美女 嫁給你那些人又老錢又武, 老而不 算是這樣 你再想想我 我也算是傾國傾城 絕頂聰明, 對不對? 一樣不在這裡恨所甘評 所以說做人有時候要知足 知足就常樂 你也不知足, 對不對? 對, 你做人很沒意思的 閉嘴吧 只要人又是你, 鬼又是你 甚麼都說了 我只是不想看著你冤枉好人 你別這麼固執, 聽別人說 好, 別人說 高先生, 來了…等你很久了 尚夫人, 我早就說了 你不要找我了 我回去還有很多事要做 好可愛, 這個鬼 好可愛 對, 我從來沒見過這樣的品種 他叫做旺財 市面很少有的品種 是嗎? 尚夫人, 我從來沒見過一個人 這麼喜歡養龜 你是我衛生派, 平身的第一知己 是嗎? 那你老闆不是對你多好嗎? 好, 好過屁嗎? 他明知道我喜歡養龜 他就偏偏叫人吃龜 他簡直是人面修心 不是吧? 不是 他那個壞人尖酸黑薄 反正我認為不關心龜的人 就不是好人 就是英雄所見惡童 烏龜又乾淨, 安靜, 與世無憎 不喜歡龜的人就不是好人 喜歡吃龜的人, 簡直鐵石心腸 沒錯, 尚夫人, 你是我的好知己 其實呢, 不但我是你的知己 我們客棧上上下下 男女老少爺都是養龜愛好者 旺財就是我們客棧的吉祥物 是呀, 你的客棧真是充滿愛心 其實呢, 你有空可以來我們客棧 坐坐看看旺財 是呀 尚夫人, 其實上次你給我穿衣服 我真的感到很感動 是呀, 我來了, 你好就知道了 我真的很感動 是呀 那你的客棧先來我們客棧 來吧, 來吧, 來 有些你, 龍魚三宿人 但是, 趁那隻狂仔 是一種定情信魂 是呀 家宗君 終於出手了 是呀 水盛陽花 意情別戀 見意思天 怎麼了?你生日 那些酒賣了單了嗎? 喂, 我跟你說話 聽不聽到? 怎麼了? 裝傻了嗎? 怎麼了?這些東西不用錢 這裡我是掌櫃 我喜歡吃就吃, 喜歡喝就喝 你是掌櫃 好呀, 你是掌櫃 你吃死呀, 你是掌櫃 家宗是我開的 你以為你開的 你是掌櫃 不喜歡就滾吧 你別忘了 這裡其實上我不是掌櫃 因為必勝客棧 抹桌的是我, 掃地的是我 跑堂送菜的是我 連廚房撿馬, 打火, 炒菜 放倒垃圾, 全部都給我做 好, 我你吃屎 你這麼聰明 這麼聰明, 給我賺點錢回來 賺錢吧, 別讓我替我替你 廢柴 我女兒嫁給你, 瞎眼 別玩了, 你是 不要再替我提你女兒 我爸教我, 從世教我 在人屋閃下, 哪有不低頭 我自從嫁入你家家之後 吃不吃好吃, 睡不吃不睡 做事當我是女孩子 你們家家沒有一個好人 你們看我後面 當我是廢柴 我告訴你 很多人想請我 很多人等著請我 你要我走嗎 好 我走?我走 你真是廢柴 你以為你很聰明 充其量不懂得哭的廢柴 衛公子 你是不是真的願意來我們客棧 與其留在那個尖尖黑博的掌櫃手下 倒不如投入你客棧門下 是呀… 而且你和我又這麼喜歡歸 那我就可以每天見到旺財 是不是, 旺財 是… 如果不是為了上班 我和旺財 你怎麼會出來拋頭露面呢 旺財… 小老闆 叫我來有什麼鬼幹 不用急…來, 坐下…慢慢聊 對了 先喝茶吧 我以前這樣對你, 是我不對 所以現在我要修補一下你 師父 不是修補, 是彌補一下你 怎麼彌補? 現在你外父看不起你 你來我這裡 我給你一個首席大董鬼 一個月二十兩銀 年底還有發紅粉碟 怎麼樣? 我知道 你是怕你外父知道了 你走到我這裡 他跟你反面, 是不是? 那你就錯了 你知不知道你外父為何也看不起你 就是因為你沒有本事 起碼他覺得你沒有本事 沒有自己的事業 你做出自己的事業 你就有本事了 有本事給他看 還有, 現在你是上門女婿 就算以後生成鬥子女也好 沒有, 都跟人來勝的 你真的這麼划算? 我是人才就是皆知項民 二十兩銀一個月聘請我 很多獵頭公司都是這樣做的 沒理由答應他, 對不對? 那倒是… 現在我多給你十兩銀 三十兩銀一個月, 怎麼樣? 蕭老闆 你不用急著還價 想清楚了 就是回答我還沒遲 想清楚了 想清楚了 出發吧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